圣诞老人从空中向下望 厚厚的白雪铺满了所有的房子 只有窗户里透出暖暖的灯光 所有的人都裹着被子睡得正香 做着快乐的梦 可是小男孩丹尼却坐在床上没有睡 丹尼应该是全世界最贪心的小孩了 你看他房间里的玩具堆成衫 谁的玩具都没他的多 他的玩具盒满满当当的再也装不下其他礼物了 可是他还不满足想要更多 圣诞老人说 那我再送他一件礼物吧 不过这件礼物可不怎么可爱 丹尼听到驯鹿奔跑的哒哒声 激动极了 心脏通通直跳 响声过后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 快速套上衣服 捏手捏脚的留下楼 客厅的圣诞树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物 摆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蛋 怎么是蛋呢 丹尼自言自语 这就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吗 就在这时 咔嚓一声 蛋壳里钻出一个恐龙的脑袋 恐龙从蛋壳里钻出来 三口并坐两口 吞下了圣诞树 谁能料到寒冷的圣诞节早上 客厅里会冒出一只恐龙来 它张开嘴巴 大吃起来 吃掉了圣诞长袜 吞下了圣诞卡片 把五颜六色的精灵彩灯 也扔进了嘴里 丹尼手足无措 只能坐在那儿眼睁睁地 看着它胡吃海塞 恐龙张开大嘴 吼一声 就把圣诞老人和血漏吞下了肚子 雪橇上的铃铛还在嘴边 叮叮当当 响了几声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还早着呢 刚刚吃下的那些 不过是些小玩意儿而已 它吃掉了丹尼家的猫咪 狗狗 鱼缸里的金鱼 又打开洗碗机 吃掉了所有的盘子 屋子里的餐桌啊 椅子啊 房门啊 连墙壁都被它囤进了肚子 危险提示 小朋友们请注意 下面的故事非常可怕 继续阅读 可能会受到惊吓 请准备好干净的那衣裤 随时更换 丹尼的奶奶 正坐在沙发上织袜子 不过恐龙对袜子可不感兴趣 它已经吃了好几双了 织袜子用的毛线 似乎很有趣 恐龙像吃面条一样 吃溜一下 把毛线吸进了嘴巴 顺便把可怜的奶奶 和沙发也吞进了肚子 它又一口吞掉了丹尼的妈妈 丹尼的爸爸刚想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啊呜 爸爸也伴着宝格 进了它的肚子 这时刚出壳没多久的小恐龙 已经长得像金刚星星那么大了 它把一切都吃了个金光 丹尼家的房子消失了 只剩下一只吃的滚瓜溜原的恐龙 看样子 今年过不成圣诞节了 丹尼伤心地哭起来 它的眼泪变成雪花 飞到空中慢慢消失了 小恐龙心里愧疚极了 这可怎么办呢 它开动脑筋想啊想 灵机一动 想到了自己的大屁股 恐龙明白 要想挽回圣诞节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噗哧噗哧 拉便便 恐龙拉出的便便里 有圣诞火机 玩具 电视机 拼图 圣诞礼物 只不过 包装礼物的金箔纸 都变成了棕色 散发着便便的臭味 它要把吃进去的 都拉出来 这时 传来了 圣诞老人的声音 让开 快让开 它驾着驯鹿 拉着雪橇 从恐龙的屁股下 冲出来 最后 恐龙使劲 绝了绝屁股 吃的一声巨响 丹尼的爸爸妈妈 也应声而出 最后的最后 可别忘了 还有奶奶呢 奶奶坐在沙发上 扑通一声 也从恐龙的屁股里 掉出来 圣诞快乐 丹尼向全家人喊道 大家喜经圣诞礼物 重新打好圣诞树 贪心的丹尼 总算得到了教训 她说 明年的圣诞节 再也不要 那么多礼物了 恐龙呢 我们就叫她 便便恐龙好了 便便恐龙说 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除非 你愿意 让你家的圣诞节 变成一坨 大便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